這個圖檔主要用來展示椭圓的標準式 那我們可以改變的地方呢 主要有我們這個長軸上面 好的這個點 當然如果說呢 我們在拉動Y軸上面這個地方 如果說呢 你的拉動的這個 這個距離比較大的話 那Y軸這邊會變成長軸 所以這個圖檔是比較可以動態 顯示而且同時呢 我們可以發現如果說 長軸呢是在X軸的話 那麼膠點就在X軸上 如果長軸在Y軸呢 那麼膠點也會變換到Y軸上面 OK 那麼它相對應的方程式也會都跟著改變 好 那麼這是一個簡單的展示用的圖檔